魔尊大人成婚了 听到夜天神公布的这个讯息 在场众人无不震惊地瞠目结舌 一脸的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们的魔尊大人在统领他们时 从未见过女色 更没有对女人表现过一丝兴趣过 如今却忽然告诉他们 他们最敬畏的魔尊大人 已经成婚了 这 这是真的吗夜天神 就连无论面对什么事都最为沉温冷漠的月清幽 都不禁激动地向夜天神追问道 其余人也都紧紧地注视着夜天神 等待他的回答 属下怎敢欺瞒左护法大人 这件事是魔尊大人亲口告诉我的 夜天神神色郑重 肯定地回答 月清幽神色一愣 随后忍不住激动地捂住了嘴 眼泪哗啦啦地不停从眼眶中流出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魔尊大人他终于开窍了 也肯成婚了 我真是太感动了 数百年了 他等这一刻等了数百年了 魔尊大人他终于成家了 他从最开始一路跟在魔尊大人的身边辅助他 协助他统一了魔界 清剿了所有反对他的势力 也与他一同杀上仙剑 经历了仙魔之战 直到后来战斗结束 他也是一直留在魔尊大人的身边 尽心辅佐 魔界也在魔尊大人的统治下 前所未有的安稳昌盛 他心中余下的愿望 就是能够亲眼见到魔尊曲七成青 延续魔尊后代 然而魔尊大人 却似乎对女人并没有多大兴趣 全心全意都在致力于改善魔界 与追求强大力量 他曾经在魔界挑选了三万魔界美女 补充魔尊大人的后宫 却在第二天就被魔尊大人强行遣散了 而他还被魔尊大人说教了一番 这让他十分的苦恼 延续魔尊后代子寺 也是魔界十分重要的事情 如今听到魔尊大人 已经成婚的讯息 他实在是太激动 太感动了 以至于眼泪像绝地一般 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其余人不是与月清幽一样 伸手抹去眼角的泪水 就是面露欣慰的笑容 夜天神星中也是甚有感触 伸手抹去了眼角泪花 在场哪怕是平日里 再高冷的人也是如此 他们都在等这一刻很久了 若是其他人见到魔界高层 奇奇感动流泪的这一幕 估计会荡场震惊原地 这帮在魔界留下恐怖凶名 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们 竟然都会流泪 恭喜左护法大人 我魔界喜迎魔尊之后 感动过后 众人纷纷向月清幽拱手恭贺道 至于未时魔宁夜晨成婚 众人要向月清幽恭贺的原因很简单 曾经有人问过 月清幽是如何看待魔尊大人的 而他则是一脸慈爱崇拜地回答道 魔尊大人拥有无与伦比强大的实力 但他却不像历代魔尊那般凶残暴虐 而是充满了理性与智慧 致力于改变魔界混乱的现状 对魔界子民充满了无限的包容与爱 我从小跟随在魔尊大人身边 见证了他一步步登上魔界至尊之位 他是我心目中魔界唯一的至尊 是他的王 是他的孩子 我将倾尽一切为了魔尊大人效力 没错 这个女人将魔尊大人称为了他的孩子 但他也是的 却是魔界中唯一有资格这般自称的 月清幽的身份很特殊 他是魔界仅次于魔尊的左护法 统一管辖魔界一切事务的总统领 同时他也是魔尊平日里的贴身侍女 负责照顾魔尊的饮食起居 除此之外 他还是魔界唯一一个 敢总是在魔尊大人提出各种监抑请求 叨叨不停的人 就说澄清大事 他就不止一次 当着众人的面对魔尊大人催婚过 出去晚了点回来 他也要问一声去哪里了 魔尊有时赖床不愿起来 也是被他强行拉起来的 魔尊大人对他也尤为宽容 说他是魔尊大人 一生妈一点都不畏过 只不过 他的年纪似乎比魔尊大人还要小 魔尊大人澄清 算是了接了月清忧心中 一件十分十分重要的大事 当众人稍稍平复了激动的内心后 夜天神却又再次给众人宣布了一个 更为激动人心的讯息 丙左护法大人 魔尊大人不仅已成婚 如今已是在养育着孩子 神 什么 孩子都有了 你为师魔不早说 孩子多大了 是殿下还是公主 月清忧机动一把 揪住了夜天神的衣领 迫切追问道 碧绿如翡翠般的美眸 满是惊喜与兴奋 其他人也皆是如此 各个兴奋不已 看向了夜天神 魔尊大人 说是位小公主 但我并未亲眼见到 不知多大 夜天神回道 真是没用 月清忧嫌弃地松开了夜天神的衣领 这魔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知道孩子多大 他怎么给孩子准备合适的衣服礼物 不过得知 魔尊大人已经诞下义子 月清忧心中更多的是狂喜 魔尊大人有后了 将来他或许还可以辅佐小公主 快 将我魔尖迎来小公主的讯息通知下去 从今日起 魔尖举行盛大的欢庆 月清忧当即对众人嘱咐道 他要将魔尖迎来小公主的讯息 告知整个魔尖 然而 夜天神却开口反对道 左护法大人 我不赞同这魔座 嗯 为何 月清忧宁眉不愿问道 夜天神神色冷明 神情渐渐严肃了起来 将他手下夜征 被神秘人蛊惑 派人对魔尊大人妻女 出手事情 一五一十 告诉了月清忧 月清忧宇在场中人得知事情后 各个面若寒霜 零零恐怖的杀意 瞬息尖龙 罩着整个魔神大殿内 月清忧更是翘脸凝霜 伸手凭空 将圆桌捏了个粉碎 虚空都为之破碎 好啊 竟然有人胆敢对我魔界的夫人 与小公主出手 好 很好 找 给我找出来 一旦让我知道是谁 死对他来说将会 是奢望 夜天神 你的手下夜征 冒犯了魔尊大人 最应该死 但魔尊大人 既然亲自开口宽恕他 那就算了 记住 没有下次 夜 与你的手下 都是 月清幽闭绿眼眸 闪过寒光 恐怖的气势 完全碾压在场众人 羽方才完全判若两人 是 属下明白 夜天神 郑重的 躬身硬道 对于自己的手下 冒犯了魔尊大人 他也很自责惭愧 哪怕是月清幽 现在出手杀了他 他也不会有怨言 月清幽这才 稍稍收敛起了身上杀意 立即取消了 将小公主 告知整个魔界的打算 不知道对方是谁 反而大肆宣传 可能会给魔尊大人 带来麻烦 有关小公主的讯息 不许告诉任何人 既然有人敢对 夫人与小公主出手 那我绝不会坐视不管 可是 魔尊大人说 要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在场有一人举手弱弱地说道 月清幽嘴角 微微上扬 清笑道 我知道 魔尊大人的命令 不许无命 只要不打扰 魔尊大人的生活 便是 我自有办法 宅院内 洛如荫坐在庭院外室桌前 双膝放上着毛线球 双手拿着棒针 全神贯注地织着毛衣 距离班离来南离城 都已经过了几日 恰逢入冬 静几日城中飘起了大雪 天气一下子 就开始转冷了 于是乎 他就突发奇想 想助为洛红叶亲自织一件毛衣 虽然 他可以直接动用 灵力更快 更容易地织好毛衣 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就决定 还是亲自动手织毛衣 顺便为他也织一件 不过真的开始自己动手后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身为先见女帝的自尊 不允许他 就此轻言放弃 反而激起了 洛如荫心中的好胜欲 更加坚定了 要亲手织毛衣的决心 他还不信 身为先见女帝的他 连做饭都学得会 还能被只毛衣难倒 洛如荫一边看着奇渊 送给他的图解教程 一边试着动起了手 这几日奇渊也是 时常默示 就往这边跑 送过来各种东西 这只毛衣的教程图解 就是他找奇渊要的 出自尝试之一 洛如荫并不熟练 基本上都是扭头看一步 手上就跟着做一步 宁夜晨则是与洛红叶二人 在院落内玩起了雪 从来没有见过雪的洛红叶 看到天空飘落的点点白雪 感到很是兴奋开心 小脚丫踩在雪上发出来 吱吱吱的声响 爹爹 这就是雪吗 洛红叶捧起一撮雪在手心 可爱的大眼睛满满都是好奇 对啊 叶叶 这就是雪 叶叶喜欢雪吗 宁夜晨从身后抱起洛红叶 让他坐在了他的怀中 轻腻地搂着他问道 喜欢 洛红叶抬起头 露出了月牙般的笑容 我的女儿真可爱 宁夜晨忍不住伸手 轻轻揉了揉洛红叶婴儿肥的小脸蛋 洛红叶发出 嘻嘻嘻 得傻笑 天真可爱的样子 十分惹人爱 叶叶 爹爹教你对雪人 什么是堆雪人呀爹爹 洛红叶呆呆问道 堆雪人呀 就是把叶叶手中的雪堆成一个人 嗯 爹爹给叶叶做个示范 说住 宁夜晨起身在院罗内滚起了雪球 没过多话 就滚好了一大一小两个圆球 宁夜晨将小的雪球放到了大雪球上 随后在小雪球的上点 追出了一张可爱的脸 当当当 雪人 这个就是叶叶 哦 爹爹好厉害 洛红叶望着雪人 开心地鼓起了掌 也学着 开始在地上滚起了雪球 叶叶也要做一个爹爹的雪人 凭着洛红叶小小的身躯 想要做出一个 与宁夜晨差不多大的雪人 显然是不可能 宁夜晨 自然也是一同加入了其中 妇女二人一起在院落中 滚起了雪球 洛如荫望住 从她身前推着雪球 嬉闹走过的妇女二人 也是无奈而又宠溺地露出倾笑 很快 洛红叶与宁夜晨一起合力堆出了一个大雪人 而洛红叶并没有马上停下 而是继续又开始堆起了另一个雪球 叶叶 你还想要继续堆雪人吗 宁夜晨没想到洛红叶这么喜欢堆雪人 开口笑问道 爹爹和叶叶的雪人有了 还差酿轻的雪人 洛红叶开心笑道 这个回答完全出乎了宁夜晨的预料 就连一旁认真织毛衣的洛如荫也是一愣 二人相视一眼 都欣慰地露出了笑容 叶叶这孩子真的很懂事 好吧 爹爹来帮叶叶 宁夜晨继续陪着洛红叶 又堆出了一个雪人 三个雪人矗立在院落内 两个大的在两边 中间一个小小的在中间 手中插着木棍 看起来就像是手牵着手一样 堆完雪人后 洛红叶开心地站在了雪人前 宁夜晨注意到了 他手中红彤彤的小手 有些心疼的 又将他抱入了怀中 双手握住了他的手掌 以洛红叶的体质血脉 他体内其实并不觉得冷 只是 手动得有些红而已 爹爹 你的手好暖和 洛红叶坐在宁夜晨的怀中 手掌只感觉一股股温热的暖流 从手掌传入了体内 因为爹爹要给叶叶保暖啊 宁夜晨轻笑道 目光看向了一旁端坐 身姿曼妙的洛如荫 脑海中忽然有了个想法 嘴角微微勾起 夜夜 爹爹带你去酿青那里保暖好不好 嗯 洛红叶笑着点了点头 宁夜晨抱着洛红叶 悄悄走到了洛如荫的身后 抓着洛红叶的凉凉的小手 就伸进了洛如荫的后颈中 洛如荫打了一击铃 扭过头 看着恶作剧的妇女二人 娇称地瞪了一眼宁夜晨 这家伙真是的 洛如荫摸着洛红叶凉凉的小手 干脆主动从宁夜晨的怀中接过了他 让他坐在怀中 将他的小手主动塞进了他怀中的衣裳 酿青里面也好暖和 洛红叶抱着洛如荫趴在了怀中 宁夜晨本来只是想要给专注织毛衣的洛如荫 一个恶作剧的 没想到他主动抱过了孩子 真的直接让他的手一直伸到了衣服里面 娘子 宁夜晨站在一旁轻声呼唤道 嗯 洛如荫抬起头疑惑地看向宁夜晨 其实 卫夫的手也有点冷 宁夜晨神色认真的说道 洛如荫微微一愣 随即脸颊渐渐染红 撇过头没好气地指着屋内 屋内有火炉 你去把手放在火炉边吧 这家伙 没正经 唉 宁夜晨一听 失望地摇了摇头 他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老婆有点偏心 为什么孩子能伸进去 他就不能呢 洛如荫暗暗瞥了一眼宁夜晨 嘴角勾勒一抹切笑 主动伸出了手掌 现在去烧火炉的话太慢了 你 你握着我的手 你握着我的手吧 宁夜晨文言 迅速暗中将手掌变冷 然后双手握住了洛如荫的手 他要收回刚才的话 果然 他老婆还是贴心的 刚刚为了给洛宏夜手取暖 他早已将手囊好了 现在为了能握住老婆的手 他必须将手再次变冷才行 不然就露线了 手掌被宁夜晨握在手掌 洛如荫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一股丝丝的凉意 原来这家伙的手已经正磨冷了 叶叶刚才怎么说他的手很暖的呢 洛如荫心有疑惑 但没有多想 手掌运转灵力 暖起了宁夜晨的双手 宁夜晨捧住洛如荫的手掌 又贴到了自己的脸颊上 一脸的满足 老婆的手暖暖的 软软的 而就在这时 庭院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嗯 有人来了 洛如荫暖好宁夜晨的手 抱着洛红夜起身 开启了大门 大门外 二男一女站在门口 男的其中一人身姿宽厚 面容刚义俊俏 一脸憨态可居的笑容 另一男子留着一头苍白长发 样貌也是十分清秀雅观 而那名女子更是妖如水蛇 身姿纤细修长 娇容出重秀丽 三人身着简朴的衣服站在门口 笑脸盈盈的 对住洛如荫公声称呼道 见过夫人 他们三人 正是妖狱森林中的混沌魔牛 泰坦巨猿 以及吞天神莽三人 之前 他们都并没有完全化形 一直保持着半腰的身姿 如今是他们第一次完全化 形成人类的样貌 出现在此 夫 夫人 洛如荫有些错愕地望着三人 他印象中根本从来没有 见过这三人 怎么就忽然对他开口称呼夫人呢 正当洛如荫打算开口询问他们 是不是认错人了的时候 宁夜晨已经从身后走了过来 笑着说道 你们来了 混沌魔牛三人 陷到宁夜晨 赶忙躬身行理问后道 见过少爷 少爷 你认识他们吗 洛如荫扭过头移或问道 宁夜晨点了点头 开口解释道 娘子 他们三人 是曾经我家中侍从 既然打算暂居在此 魏夫就召集他们过来了 也能协助娘子 打扫家务 以后家中的事情 娘子都可以随意吩咐他们三人 今日混沌魔牛三人找过来 都是宁夜晨事先安排好的 正巧前些日子 向洛如荫随口边造了一个绅士借口 借着这个绅士借口 他也可以将混沌 魔牛三人合理地安排到家中 让他们充当护卫 顺便负责家务 这样他老婆就能空出更多时间了 洛如荫心中不觉得 家中需要在额外安排侍从的 一切他都能打理好 但听到他们三人 都是他家曾经的侍从 想了想 也就没有拒绝地留下了他们 反正家中空出的房间有不少 不住也是浪费 你们都进来吧 洛如阴卿笑着侧开身 让混沌魔牛三人进入庭院中 趴在怀中的洛红叶 一如既往的怕声 怯生生偷偷打量他们三人 小姐 你好 吞天神莽抬起手 热情地朝着洛红叶打了声招呼 这可是他们将来要服侍的小公主 可容不得一点差错 必须地讨好关系才行 哥哥 姐姐好 洛红叶虽然害怕生人 但对他热情友好的人 向来都十分有礼貌 懦懦怯生生的礼貌 回了一句 这一声 简直直击吞天神莽三人的心扉 这 这孩子怎么回事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宁叶辰的女儿 以往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这也实在太懂事 太礼貌了吧 真的是那位大人的女儿吗 每每想起宁叶辰的身影 吞天神莽三人 都会不禁感到颤力恐惧 而眼前的洛红叶却是 那魔小巧可爱 怯生生的样子 不禁想要将他拥入怀中保护的欲望 跟那位大人 简直是天差地别啊 当然 这个想法 他们也只敢在心里想想 这要是被大人知道了 他们就完了 进入院内后 洛如英领着吞天神莽三人 找了三处紧挨着的房间 这里以后 就是你们的房间了 是 夫人 吞天神莽三人 恭敬恭身应道 虽然从来没有当过侍从 但听到宁叶辰 要让他们伪装成侍从跟在身边 他们可是连夜看了不少 有关侍从的自我修养的书籍呢 为此 还暗中观察了许多大户人家中的奴婢侍从该怎么做的 只为做到万无一失 不留丝毫破绽 对了 我还不知道 你们叫什么呢 安排好房间 洛如英卿笑着随意问道 即便他曾精身为女帝 身居仙宫中 他也会问亲身旁的侍女姓名 对待侍从 他从不会严苛 哪怕是对方做错了事他 一般也会既往不救 从不为难 每个侍从 他都会尊重以待 吞天神莽三人 被问到姓名 顿时呆愣原地 糟了 他们还没有 想过自己的名字 一直躲在妖狱森林 修行数百载 一心修行 根本就没有 想过名字这事 见到吞天神莽三人 忽然呆愣 迟迟说不出自己姓名 洛如鹰面色露出了疑惑 不就是个姓名吗 怎么需要想这么久 吞天神莽 众人见洛如鹰 似乎起了疑心 赶忙慌张地随口编造道 啊 俺叫猛牛 我叫白远 无必叫彩蛇 嗯 猛牛 白远 彩蛇 洛如鹰轻皱秀眉 怎么名字 听起来这么怪怪的 吞天神莽 暗暗咽下一口口水 小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这要是搞砸了 那位大人会把他们疲疤了的吧 好在宁夜城 及时上前解释道 娘子 他们其实叫梦牛 白远 菜色 哦 洛如鹰笑着点了点头 没有再怀疑 原来是他们口音不对 害得他听错了 他就说嘛 名字怎么这么奇怪 菜色三人松了口气 这以后 就是他们三人的新名字了 也算是大人亲自的名字了 宁夜城 瞥了一眼 菜色三人 顿时吓得他们 汗流加倍 哆哆嗦嗦 完了 大人不会生气了吧 你们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洛如鹰见到三人身体 微微打扎的样子 不由关心到 末世的夫人 我们就是 天凉了 有点冷 你们早说嘛 我给你们拿点衣服 洛如鹰轻轻一笑 将洛红叶 放到了宁夜城的怀中 转身离开去拿衣服 菜色等人 心中感动不已 夫人她也好温柔 唯有大人好可怕 爹爹 这几个哥哥姐姐 以后也会住在这吗 洛红叶趴在宁夜城的怀中 小声问道 对 他们是爹爹叫来 一起陪叶叶玩的 叶叶不用怕 如果他们敢欺负你 就告诉爹爹 宁夜城柔声对住怀中 洛红叶说道 说到后面时 又抬起眼眸 冷冷地瞥了一眼 菜色三人 意思不言而喻 但凡他们三个 敢让他女儿不愉快了 他们就可以从这里消失了 菜色三人已是吓得双腿一软 趴到了地上之打战 当洛如荫拿着衣服回来时 见到地上不停哆嗦的三人 就更加疑惑了 天气虽然下雪转凉了 但有这抹冷吗 在从洛如荫手中拿到衣服后 梦牛等人就开始了侍从的工作 先是将宅院的脚脚落落 打扫了一遍后 又是匹柴烧水的 勤快的不行 不过除了菜色外 另外的梦牛与白云二人 手法都相当的生疏 甚至有点笨手笨脚的 不时就弄坏个重东西 不过洛如荫倒是莫怎么在意 反而叫他们不必这么心情 让他们休息一下 此时的梦牛三人站在庭院内 雨蹲在地上捏着雪球的洛红叶 大眼瞪小眼 他们三人是奉了宁夜晨的命令 来负责陪洛红叶丸的 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该怎么跟小孩子玩 让他们杀人放火还行 和小孩子玩实在是有点难为他们了 菜色 你快想想办法 白云船应给身旁的菜色拜托道 如今他们三人 已经是接受了宁夜晨赋予他们的新名字 我要是有办法 还会在这前站住吗 菜色无语地白了一眼 白云与梦牛二人 这两家伙真的是一点用也指望不上 洛红叶虽然心中还是有一点点胆怯 但爹爹跟他说 这些不是坏人 他也鼓起了勇气 举起了手中雪球 懦懦可爱地问道 哥哥姐姐 要一起堆雪人吗 要要要 见到洛红叶主动搭话 三人像小鸡卓米一般拼命地点头 这可是难得主动搭话交流的机会啊 别说堆雪人了 让他们三个去掏粪坑都愿意 见到梦牛三人答应 洛红叶开心一笑 还按照宁叶辰教他的办法 在地上滚起了雪球 那叶叶教你们 先这样 再这样 然后这样 梦牛三人跪在地上陪洛红叶 推起了雪球 时不时就拍手称赞两句 哇哇哇 小姐好厉害 小姐真棒 小姐真是天资聪慧 比俺聪明多了 与洛如荫坐在一旁的宁叶辰 都不由露出了无语的表情 这三个家伙 鳄鱼奉承的嘴脸 完全显露无遗 这马屁拍的 也就是叶叶还小看不出来 看在孩子很开心的份上 也就算了 洛如荫也坐在一旁 单手处着脸颊 面带微笑 静静地注视着落红叶 看到能多点人陪他玩 他心里也很开心 不过看着看着 洛如荫就察觉到了 身旁的某人不断一点一点地 朝着他身边挪动 身体愈发靠近 你干嘛 洛如荫撇过眼神 望向宁叶辰问道 还以为宁叶辰会 乖乖退回去 没想到他 直接靠得更近了 更是直接侧卧 依靠在了他肩膀上 这个举动微微吓了洛如荫一跳 卫夫忽然有点累了 想要借娘子的肩膀一下 宁叶辰闭上双眼 依靠着洛如荫的肩头 淡淡笑道 虽然一直陪着孩子 他也很开心乐意 但有时候 还是很喜欢 能够有点夫妻间的相处时光的 正好趁着梦牛三人 陪着洛红叶玩耍 难得的夫妻独处 自然是要好好把握了 洛如荫镇定下来后 白了眼宁叶辰说道 累了就应该回屋休息 可是卫夫更喜欢在娘子这里 宁叶辰眼睛都没睁开地直言说道 这句话 一下子让洛如荫 微微红起了脸颊 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只是偷偷打亮了 急眼宁叶辰的睡颜 既然他喜欢 那就由着他吧 只是靠着肩膀休息而已 没石磨大不了的 两道身影 就这样彼此静静地坐在庭院前 庭院内 在梦牛三人的协助下 庭院内的雪人 又多出了三具 三具雪人 处立在最初三具雪人的身后 洛红叶指着心堆好的三具雪人笑道 这是哥哥姐姐们的雪人 梦牛三人这才意识到 原来洛红叶是要给他们三个堆雪人 瞬间感动得 差点潸然泪下 小姐这是把他们 也当做家庭一份子了呀 小姐真是太好了 菜色甚至都忍不住 想要将小小只的 洛红叶暴入怀中 狠狠地疼爱一番了 但一想到是大人的女儿 理智还是阻止了她 堆完雪人后 洛红叶又与梦牛三人 玩起了打雪仗 洛红叶身姿娇小 手上又没有什么力气 捏的雪球一点也不扎实 蓬蓬松松的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雪球最多 也就只能扔到梦牛三人的脚下 有时甚至在半空中 那雪球就散掉了 但尽管如此 洛红叶还是玩得不亦乐乎 梦牛三人也捏起了雪球环机 不过 他们哪里 敢真的拿雪球砸洛红叶 就算给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 雪球基本上 都是故意朝着洛红叶身旁丢的 连擦都没有擦到 还要装出一脸的遗憾惋惜 不过梦牛确实越玩越上头 渐渐沉浸其中 随手一颗雪球扔出 正中了洛红叶的小脸蛋 洛红叶的整张小脸 一下湖满了血 菜色 白云 梦牛 场面一时间凝固了一般 耳边只有呼呼的风雪声 此刻梦牛吓得捂住了脸颊 神色堪比著名名画 呐喊 内心就如同这冰天雪地 挖凉挖凉的 梦牛僵硬地扭过头 看向菜色与白云二人 脸上呆滞的神情 彷復在询问 俺是不是死定了 即便梦牛没有说一句话 菜色与白云二人 也从他的脸上 读出了他所要询问的意思 十分郑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 你死定了 梦牛顿时露出了一副 绝望到生无可恋的表情 完了 他的人生 在此时此刻 已经看到了终点 宁夜晨雨落如荫 都注意到了 脸上满是血的落红叶 起身走到了他的身旁 拍去了他小脸上的血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落红叶并没有哭鼻子 而是满脸开心的傻笑 梦牛手中的血球 也并不扎实 也没有使劲 所以落红叶并没有觉得疼 见落红叶没有受伤委屈 宁夜晨也就没有怪罪梦牛的打算了 梦牛不知宁夜晨打算怎么处理他 心里已是想着 接下来他会怎么从世上消失了 脸上的血被擦去后 落红叶又拉起了宁夜晨与落如荫一起 笑道 爹爹 娘亲 一起玩 他们三个人 叶叶只有一个 爹爹娘亲帮叶叶 好好好 落如荫宠溺地笑着 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听院内 就是一场3vs3的打雪仗 然而梦牛三人 哪里敢反抗 无论是宁夜晨 落如荫 还是落红叶 他们是一个 也不敢把血球 砸到他们的身上 没过多话 三人就淹没在了血球中 与其说是打雪仗 他们更像是一栋吧 咚咚咚 正当院内众人 玩雪玩得不亦乐乎时 院门再次响起了敲门声 菜色主动过去 开启了房门 门外的齐渊 一手提着一些零食小吃 正准备抬起手打招呼呢 忽然看到了一个 从未见过的女子 站在身前 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嗯 难道我走错门了 不好意思 我好像走错门了 齐渊不好意思地 微微去了屈身 善善笑了笑 菜色没有多说什么 轻轻点了点头 又把院门合上了 是谁啊 当菜色回到大厅内 洛如荫见他一人过来 便疑惑问道 夫人 是敲错门的 菜色躬身回答道 是吗 洛如荫应应了声 也就没有再多在意 屋外 齐渊疑惑地转身离开 宰宰细细看了一遍 附近的景色和院子 眉头微微青醋 神色沉吟 不对啊 就是这家啊 这段时间 他几乎隔三差五就跑过来 怎么可能走错 齐渊又走上前 确认性地敲了敲门 我来吧 这一次 洛如荫叫住了菜色 亲自起身 开起了院门 洛姐姐 见到是洛如荫 齐渊立即笑着打招呼道 果然 他就说嘛 他常来的 怎么可能会走错 闭着眼睛 他都能在南离成都中走过来 齐姑娘 进来吧 洛如荫笑着硬道 他就猜想着屋外 会不会是齐渊来了 毕竟菜色不认识齐渊的 结果果不其然 那我就打扰了 齐渊客气点了点头 进入了屋内 一进屋内 就见到了梦牛 白元 以及刚才为他开门的菜色三人 不由疑惑问道 洛姐姐 这鸡尾是 他们三人是我夫君曾经家中的侍从 洛如荫解释道 齐渊朝着梦牛三人和善地点了点头 像宁大哥这样的富裕神医家境背景 肯定不一般 能够有几个侍从也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让他莫想到的是 这三人的样貌都好出众 男俊女亮 就算是在侍从中 那也是非常亮眼的存在了 齐姐姐 洛宏夜被宁夜晨抱在怀中 坐在火炉边烤手 一见到齐渊到来 就天天礼貌地叫了一声 这段时间 齐渊时常会来 每次还总是带来一些零食小吃 讨得洛宏夜开心 关系也渐渐轻腻了起来 小叶叶 齐渊见到洛宏夜 脸上顿时露出宠溺而又贪婪的笑容 双手爱不释手地 揉起了洛宏夜的小脸蛋 因而肥圆嘟嘟的小脸蛋捏起来嫩嫩的 简直让他爱不释手 在一旁的看住的菜色三人都不禁露出了满脸羡慕 可恶 他们也好想这样狠狠地揉一揉小姐的脸啊 来 这些吃得给叶叶 过足了手瘾 齐渊才将手中的零食小吃递给了洛宏夜 庞扶就像是营业报酬一般 谢谢七姐姐 洛宏夜开心地接过了零食袋 迫不及待地就吃了起来 海主动地给宁夜晨与洛如荫 爹爹酿轻 一起吃 不了 叶叶喜欢就吃吧 不过不要吃太多哦 洛如荫宠腻地笑着说道 宁夜晨则是张开嘴 直接让洛宏夜喂着他吃 这可是女儿喂的 怎么能拒绝 齐渊见到洛宏夜吃得很开心的样子 脸上也流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起身坐到了一旁 菜色很快就为他端上了一杯茶 谢谢 齐渊喝了口茶后 这才想起正事 差点沉浸在洛宏夜可爱的宫市中 齐渊从怀中取出了一枚低阶的灵芥 递给了宁夜晨 宁大哥 这段时间 按照你给的那个郁金夜的药方 我齐家试着找人炼制了一些 放在了我齐家商行拍卖出售 这些是拍卖后所得利润的五成 以后每一个月 我齐家都会将药方炼制出售的利润 五成交给宣点宁大哥 在齐渊获得宁夜晨给予的药方后 他便立即赶回了齐家 命人连夜研究 发现这个药方的 其实是能够温养晶落灵力的罕见单方 而且 这单方所需材料不算太苛刻 炼制方法更是无比的简单便捷 成功率不低 他齐家查遍了有记载的炼药单方 都没有找到这种神奇的灵液单方 这种能够温养晶落的药液 最是神手修饰欢迎 一旦炼制出售 必将引得无数修士 争相抢夺 事实也正如所料 齐家命人 先试着炼制了几份玉金夜 拿到了自家拍卖行 拍卖出售 结果每一份都拍卖出了天价 无数修士慕名而来 争相近拍 原本死气沉沉的齐家商会 依靠着这玉金夜 一下子就宛如起死回生了一般 热闹不已 仅仅只是 一张小小的单方 就又盘活了齐家商会 齐渊对宁夜晨充满了感激 说什么 也要过来感谢 将属于宁夜晨的那份交还 然而 宁夜晨根本就不差这点临时小钱 淡淡拒绝道 不必了 我给你那个药方 并未打算收取什么回报 齐渊神色郑重 强硬表示道 那不行 我齐家已经欠灵大哥与洛姐姐很多了 又怎么能独占那个药方牟利呢 宁大哥 你一定要收下 嗯 好吧 那我就收下了 宁夜晨想了想 最终决定收下了这笔灵石 就当做是一桩交易 齐家商会 也能够好接受一些 况且 这些灵石留着当作以后家中的支出也好 娘子 这些灵石 就都交给你保管了 宁夜晨直接将手中存有灵石的灵介 交给了洛如荫 给我 洛如荫疑惑地结果了灵介 没错 家中财物自然是闺娘子管 宁夜晨笑道 好吧 你若是需要 就跟我说一声 洛如荫接过灵介应了下来 像这样像各妇人一样 保管家中财物的感觉 对她倒是听心影的 齐渊望着宁夜晨 与洛如荫和慕恩爱的场面 神色不由流露出纠结 怎么了 齐姑娘 宁夜晨注意到后 出言询问道 齐渊犹豫了片刻 开口说道 洛姐姐 明日就是商会比试了 听说蒋家 请来了一个天人静修为的强者 明日若是有危险 洛姐姐 你一定要直接放弃 虽然齐渊心中 很希望齐家能赢 但如今更不希望洛如荫受伤 齐家输了 大不了就是退出南离城都就是 宁夜晨与洛如荫文言 都不由面露倾笑 还以为她是在担心什么呢 齐姑娘不用担心 如果只是天人静的话 我应该还是应付得来的 洛如荫自信满满地说道 就算是天神静 她也不是很担心 区区天人静根本不会是她的对手 四日 落雪烧停 大雪覆盖了屋檐与街道的每一个角落 整个南离城都挨挨白雪 入眼满是一片雪白的世界 在南离城都最大的比武擂台下 无数人都汇聚在此 等待着一场难得一线的重要比试 南离城都两大商会 齐家与蒋家 今日即将进行的商会比试 胜者将获得 掌握整个南离城都的机会 而败者很可能就此永远退出商会 台下的众人都迫不及待地 等待见证这对南离城都历史性的一刻 彼此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唉 你们说 这次商会比士奇家与蒋家 到底谁会赢 我看啊 大几率是蒋家 唉 蒋家若是再得势 这南离城都怕是蒋家的天下了 就是 蒋家本就仗着自家独一方的脆体灵液 就做地起家 贵得要死 我们猎杀的妖兽材料 他蒋家还不断压低价格收购 这要是让蒋家 掌握了整个南离城都的商会 我们这日子 还怎么过 每天在妖狱森林猎杀妖兽 拼死拼活 就赚着磨点 齐家可一定不能倒啊 在场中人中 绝大多数都是希望 齐家能够取胜的 这场比试 不仅关乎两家商会 还关乎住 整个南离城都众多修士们将来的生活 蒋家在南离城都中仗着实力强大 无人能管 一直做着低价收购材料 先草在高价出售的购当 弄得许多人大位不满 苦不堪言 如今至少还有齐家能够抗衡 做着评价惠民的生意 要是齐家倒了 那今后南离城都的日子 对他们来说 可就不好过了 然而 不少人对齐家 到底能否在今日取胜 也是抱以悲观的态度 齐家要想赢过蒋家 难了 听说支援蒋家的背后势力 亲自派来了一位很厉害的长老呢 据说有着天人静的修为呢 天人静 天哪 那齐家还打什么 就算把齐家卖了 都未必能请得动天人静的强者吧 唉 在众人爱生探期间 齐家众人率先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中 年近花甲之年的齐家家主齐荣昌 在齐渊与齐家一众管事和护卫的陪同 缓缓走向了擂台 齐家在南离城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 算是南离城都的老牌商会 因为交易公平 物价合理 而颇具美名赞誉 齐家一出现 就赢得了在场不少人的贺彩助威 齐老 加油啊 齐老 绝不能说啊 我就认定齐家商会的 齐老你们可得坚持住 面对周围众人的助威加油 齐荣昌老脸不禁笑容满面 对着众人频频点头是好 在众人的搀扶下 慢慢来到了 以今早来一步的 落如阴雨宁夜城身前 这还是齐荣昌第一次见到 宁夜城一家三口 苍老的眼眸中满是精湛恭敬之意 自从齐渊回到齐家 他就一直每天都听他提起 有关落如阴雨宁夜城的事 对他们一家三口赞不绝口 滔滔不绝的 起初他也没有太在意 直到他知道了落如阴一剑 诛杀了数十位灵武镜的修士 而后宁夜城又治愈了齐渊体内的经络 赠予了他那一珍贵的玉金灵夜的单方 齐荣昌一下笃信 他齐家绝对是遇到了贵人了 他本来一直都想要找机会亲自拜访感谢的 但听齐渊说 他们二人不喜欢金 常被人打扰 就只好作罢 如今终于亲眼见到 齐荣昌就更加笃信了 心中猜想 他从商一辈子 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 此女容貌倾城绝世 气质出尘脱俗 一看就知背景绅士不一般 男的虽然只看出样貌俊郎雅秀 但能购置玉寿损经络 又随手拿出那珍贵单方的人 又怎会普通呢 这对夫妇定然非凡 老夫齐家家主齐荣昌 有幸见过二人 感谢二位对我齐家的帮助 齐荣昌恭敬地对洛如荫等人行礼感谢道 齐家主不必客气 我协助齐家 也算是与其姑娘的一桩交易而已 洛如荫抱着洛宏叶淡淡说道 老夫明白 此等恩情我齐家铭记于心 不管今日结果如何 以后二位若是有需要 请尽管找我齐家 我齐家定当鼎力相助 齐荣昌不傻 光凭一栋两百万两的宅院 可不足以请地动洛如荫 为齐家出手 洛如荫更多是看着齐家有难 又看不惯蒋家 所以才出手相助的而已 齐家自然是要感恩戴德 就在众人交谈之际 蒋家众人也已经到来 蒋真众人一经出现 周围的人都不由主动避开两侧 躲得远远的 与齐家出场时完全相反 蒋真无视周围众人 大步朝着齐家众人走来 身后跟着蒋家仪众人 与一位面色阴柔苍白 身着白连衣的男子 就连被废掉三条腿的奖励 经过数日的全力救之后 也恢复了一时 坐着轮椅跟着被推过来了 一见到齐家众人 蒋真就不禁嘴角 露出一抹冷笑 来到身前开口嘲讽道 齐老 您原来还活着呀 看到您这魔剑了 我真是高兴 齐荣昌 哪里听不出蒋真的阴阳怪气 苍谋冷眼邪视 毫不客气地回对道 老夫身体好得很 你先踏进棺材 老夫都未必走得了 曾经蒋家出来 南离成都时 还只不过是个小小商会 嫉妒兵临破产 是齐家好心收购下来 分入了齐家分支 后来在齐家大力相助下 重新日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只是没想到 壮大后的蒋家 重新自立商会 反而丝毫不顾及昔日恩情 不断蚕食齐家商会的领地 激进要将齐家逼出南离成都 看到蒋家众人 齐荣昌就后悔 当初不该收下蒋家 这头白眼狼 哼 蒋真气劫 但随后又不屑地冷哼一声 继续道 多年不屑 齐老的依旧言语犀利 不减当年啊 念在昔日恩情 我还是劝齐老你 主动放弃吧 今日 你齐家必败无疑 现在乖乖认输 交出剩余的街道商铺管辖权 以你齐家的资产 还可以有个安享晚年的机会 何必非要赌上齐家一切呢 哼 商会比试还未开始 怎就知我 齐家会输呢 莫不是你蒋家怕了 齐荣昌面色坚毅 毫不退让地直言道 哪怕是将齐家输个进光 他也不会放弃 见蒋家如此嚣张 一旁的齐渊 也忍不住上前开口说道 想要吞下我齐家伤坏 等你们赢了再说吧 哼 不知好歹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今日之后 齐家就从南离城都消失吧 蒋真面色一冷 甩手就准备转身离开 却被身后的宁夜城的忽然叫住 等一下 蒋真停下脚步 眉头一皱 疑惑地转过身 看向宁夜城 你是何人 我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夫 负责代表齐家 参加商会比试的 就是我娘子 宁夜城上前一步 轻笑说道 蒋真看向了宁夜城身后 抱着骆红夜的骆如鹰 神色轻蔑一笑 鹰狠狠地笑道 是吗 那我劝你 最好让你 娘子乖乖弃权认输吧 否则 过了今日 你可能就要跟你娘子永远分别了 哈哈 蒋家身后一众人 都跟着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了起来 负责推奖力的年轻男子 更是直言大胆地 对骆如鹰调笑道 尝得这磨美艳动人 就这磨香肖玉养怪可惜的 何不加入我蒋家 享受荣华富贵呢 要我说 身为修士 嫁给一个凡人 也是可笑 不如改嫁给我 我会好好疼你的 蒋干公子说得对 到时候 我们说不定也能沾沾光 享用一番呢 放心 等我完腻了 有你们的份 蒋干大手一挥 十分豪爽地说道 蒋干是蒋真的弟弟 蒋明的大儿子 从小跟随在蒋力的身旁 不学无术 风流好色的本性 与蒋力不遑多让 而他的变态的名号 甚至还远在蒋力之上 蒋力最多就是以各种手段 威逼利诱女子臣服于他 而蒋干最是喜欢玩弄完女子之后 再丢给手下享用 哪怕就算他自己娶的老婆 他玩腻后 也会丢给手下 美其名曰 犒劳手下 在他手中不甘受辱 而选择自尽的女子 不在少数 你叫蒋干是吧 宁夜诚听到这番话 眼眸冰寒凝霜 心中早已是怒不可遏 没有人敢 这么羞辱他的老婆孩子 宁夜诚手掌暗暗放到身前 让身后的落如荫看不到 手掌轻轻握捏成全 下一秒 一脸肆无忌惮吟笑的蒋干 忽然蹊跷流血 唉 蒋干神情错愕 伸手摸了摸鼻子 和眼睛中流出的鲜血 还未明白 发生了什么 口中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当场直挺挺地倒下身亡 鲜血喷到了坐在轮椅上的蒋链 吓得他连连惊声尖叫 这 这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幕 吓得在场所有人一大跳 蒋家众人 吓得连连后退 没有人知道 发生了什么 蒋干就忽然暴毙身亡了 洛如荫神色一凝 立即将洛红叶塞到了凝叶尘怀中 亲自上前解释 这一解释 瞬间令洛如荫神色骤变 翘脸惊恶不已 蒋干的体内 五脏六腑全烂了 体内在一瞬间 受到了严重扭曲挤压 是谁 悄无声息地 直接动手 杀了蒋干 而且 他还没有察觉到 丝毫灵力的波动 根本没有发现 对方出手 洛如荫目光 环视了周围一圈所有人 也没有发现 任何可疑人物 娘子 发 发生了什么事了 明夜沉一脸 惊恐 得在洛如荫身旁询问道 演戏还是得演足的 不然 万一被老婆怀疑上了 可就糟了 本来他是打算将 蒋家那些所有嘲笑的人 全部捏死的 但那样的话 今日的商会比试 可能就举行不了了 他也有可能 会被洛如荫怀疑 剩余的 只能留着下次了 有人出手杀了他 但我不知道是谁 洛如荫神情严肃地说道 心中深感无力和担忧 对方若是对宁夜沉出手 他甚至都没有 任何阻止的办法 好在对方好像不是来找他的 蒋家众人受惊过度 心中久久未能平复 蒋真走到陈柔的身旁 心有余悸地敲声问道 圣使大人 是谁下的手 陈柔摇了摇头 神色也是震惊不已 因为他也没有察觉到丝毫异样 陈柔将目光转向了宁夜沉 蒋干在说出那些话后 就忽然暴毙身亡了 难道 不可能 不可能是他 他身上没有任何灵力波动 也没有下手的动作 凶手另有欺人 见陈柔也没有发现凶手 蒋真有些担忧地问道 圣使大人 那要不今日的彼氏推后 不必 对方并没有再出手的意思 应该是已经离开了 彼氏照常进行 早先拿下南离成都 免得多生事端 陈柔神色坚决地淡淡道 蒋真不敢忤逆陈柔的决定 心中虽然担忧 但也只能继续照计划进行 蒋家人默默将蒋干的失手收走 这出乎意料之外的小插曲 虽然就这磨过去了 但却仍旧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宁叶辰目光看向了蒋真 开口说出了他的目的 蒋家主 这次商会比试 齐家与蒋家 各自堵上了城中四城的街道 管辖全队吧 可否更改一下赌约 怎么 齐家后悔了 赌约一旦签下 可是容不得后悔的 蒋真以为齐家想要反悔 托宁叶辰来说的 于是便出言讥讽道 宁叶辰缓缓摇了摇头 眼眸一凝 说道 不不不 蒋家主误会了 我的意思恰恰相反 赌约要加上你们蒋家剩余的那两城街道管辖全 什么 你要我蒋家 将所有街道 管辖全都加入赌约 凭什么 你齐家就想要以不到四城的街道管辖全 与我蒋家六城做赌注 未免太可笑了吧 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蒋真不屑讥笑道 若是齐家在额外以玉金灵液的单方作为赌注呢 宁叶辰轻笑道 这一句话顿时令蒋真神色动容 产生了犹豫 近日 齐家依靠着玉金灵液赚得可谓盆满钵满 令蒋家眼红不已 蒋家也试着购买了一份 却没能研究出药方所需的所有药材 无法仿照炼制 若是能够取得那份药方 又占据了整个南离成都 届时这玉金灵液就是他蒋家一家独大 价格不是随他定 但毕竟是赌上了蒋家在南离成都的全部家业 蒋真不得不谨慎 盛使大人 你有把握赢得那女人吗 蒋真凑近陈柔的耳边敲声问道 陈柔目光紧盯着洛如鹰 阴柔一笑 蒋家主放心 九成九的把握 得到陈柔的肯定答复 蒋真面色一喜 当即扭过头 答应了宁业诚更改赌约的要求 好 我蒋家答应了 宁业诚微微一笑 回过身 看向齐家家主齐荣昌 不好意思说道 在下冒昧代替齐家更改赌约了 齐家主可否愿意接受 依先生所言 齐荣昌并没有丝毫因为宁业诚 擅自更改赌约 将珍贵的丹方 一并作为赌注而不满 因为他齐家 没有不满的资格 那丹方是宁业诚给齐家 决定权 自然是在他手中 况且 洛如鹰也愿意代表齐家出战 他齐家已是十分感恩了 我齐家也答应了 齐荣昌立声朝蒋真喊道 齐家与蒋家 在珍宝商会留守在南黎成都的负责人 韩广志的见证下 重新按下手印 更改了赌约 而这位珍宝商会的负责人 也将担任此次商会鄙视的见证人与裁判 韩广志收起赌约的契约书 对着齐家与蒋家双方宣布道 以珍宝商会之名 此次商会鄙视 绝对公平公正 鄙视不论生死 直至一方身亡或投降 齐家与蒋家 若是再无意义 此次商会鄙视 正式开始 擂台下的作息上人越聚越多 不少看热闹的人也都渐渐围了过来 听说齐家与蒋家更改了鄙视的赌约 众人满怀期待 齐家与蒋家的胜负了 两家可谓是都赌上了在南黎成都的一切 擂台上 蒋家与齐家其余人都退了下去 只剩下了洛如荫与陈柔二人 矗立在擂台上 圆形擂台的四周升起了结界 将整个擂台笼罩其中 修士之间的战斗极为危险 尤其是修为更为高深的修士 出招时常会惊天动地 难免会有所波及 在城中的鄙视切磋 更是需要万分小心谨慎 宁夜城抱着洛红叶坐在座席上静观 齐渊也坐了他的身旁 此时 齐渊神色担忧紧张地注视着擂台上的洛如荫 双手紧张地紧紧相握 坐在宁夜城怀中的洛红叶 抬起小脑袋望向宁夜城 小脸也充满了担忧 爹爹 酿青又要和坏人打架吗 嗯 不过叶叶别担心 你酿青他 很厉害的 宁夜城微笑着揉了揉洛红叶的脑袋安慰道 对于自家老婆的实力 他很清楚 天神近巅峰 他都能显现一箭斩杀 何况这小小的天人近巅峰 即便真的有个万一 他就算暗中出手 也莫人会发现的 他是绝不会让洛如荫受一点伤的 坐在宁夜城身旁的齐渊面色 不由露出一丝愧疚 他实际希望洛如荫能取胜 又担心他受伤 万一洛如荫真的因为他受伤了 那他真的会自责的 以后 他哪还敢面对宁夜城与洛红叶二人 擂台上 陈柔凝视着身前的洛如荫 十分自信地摊开双手 敞开怀抱地笑道 来吧 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话音刚落 洛如荫秀没一名 身影瞬息从原地消失 原地只留下了一道淡金色的虚影 嗯 当陈柔回过神来 洛如荫冰冷的赤红双眸 已是来到了他的身前 腰间仙剑出鞘 金色辉煌的剑光照耀在他的脸旁 这一刻的时间 彭腹被放缓了无数倍一半 陈柔脸上细血自信的神色 渐渐转变为了惊恐 缓缓张大了嘴巴 好快 这速度 他真的是天人静的修为吗 扑呲 金色的剑光 直接化了陈柔的身躯 邪妾一剑斩下 鲜血瞬间肆意飞溅而出 洛如荫完全没有一丝 与陈柔废话的打算 准备干脆利罗地迅速结束 他还要快点回家带孩子呢 扑 陈柔口吐鲜血 立即一步后撤 闪身拉开距离 手中甩出树莓天雷混圆珠 天雷混圆珠的威力极大 每一枚都蕴含压缩着庞大的天雷之力 是需要借助天雷炼制而出 十分珍贵 爆发的天雷威力足以一击 灭杀一位化仙境的修士 而他一下子就丢出了十几枚 这已经是他珍藏许久 一直不舍得用的杀手锏之一 没想到 这个该死的女人实力会这么强 害得他不得不立即毫无保留地出手 十几枚天雷混圆珠飘浮在洛如鹰的深周 将它团团包围其中 天雷 爆 陈柔竖起双指 愤怒发出法令 十几枚天雷混圆珠闪烁雷光 瞬间爆炸开来 洛如鹰见状 神色淡然 手中仙剑 华丽反转 一剑插入了地面之中 剑气荡漾开来 一道透明的金色虚影将落如鹰笼罩其中 轰轰轰 十几枚天雷混圆珠同时爆炸开来 威力实在惊人 整座擂台瞬间被炸得四分五裂 破败不堪 离近擂台作息的众人都不惊吓得远远向后撤离 浓浓的灰尘笼罩整个擂台之上 所有人屏息凝神 紧张地注视着擂台 沉柔捂着鲜血直流的胸口 脸上露出了得意阴狠的笑容 十几枚天雷混圆珠的威力 就算不死 怕是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然而很快 带灰尘散去 洛如鹰手执仙剑 娇美玲珑的仙姿 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别说是受伤了 他身上的一缕仙裙都没有一丝破损 这 这怎么可能 陈柔震惊地发出了疑惑 同时位于十几枚的天雷混圆珠的中央 怎么可能会一点事也没有 擂台下 齐家众人也都纷纷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安心的微笑 宁夜晨则是从始至中都面带倾笑 洛如鹰如今伤势基本痊愈 所学的仙法招式也都是仙界绝学 就凭那几个小珠子 怎么可能伤到了他 而且他手中的仙剑金光叶叶生辉 洞则见光如影 镜则鲜光满意飘逸 可不一般 要不是陈柔一开始 就在身上穿上了一件低阶的仙甲 他早就一开始 就被一件一分为二了 相比齐家 蒋家那边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圣连教的圣史大人 可是有着天人静巅峰的修为 怎么会在那个女人面前 毫无反抗之力 说好的九成九胜算呢 蒋力也是一脸阴沉 如今他双腿被废 终身无法再行走 命根子也没了 这使得他变得更加的烦躁凶狠 而他将这一切的罪过 都归咎于了宁业陈一家 那天就是因为遇见了他们 他在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所以才会遭受暗杀 变得如今这副模样 所以在比试前 他就特意嘱咐过陈柔 一定要好好当众 羞辱洛如荫 结果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边倒 陈柔根本不是洛如荫的对手 这让蒋家众人都难以接受 陈柔此时也注意到了 洛如荫手中的洛神仙剑 神色大魏震惊 那绝对是一柄仙剑 否则也不可能一剑轻易 展开了他身上的玄允仙甲 本来仗着玄允仙甲与天雷混圆珠 他自信满满 能够轻松取胜的 却没想到 对方手中 还有一柄不俗的仙剑 陈柔本就苍白的面容 因为失血过多 变得更加苍白如指了 面色更是难看 阴沉至极 圣使大人 您还在等什么 快点杀了他呀 蒋力此时已是愤怒冲昏了头脑 朝着擂台上的陈柔 放声怒斥道 最重要的东西末了 他对洛如鹰 已经失去了兴趣 他现在只想看到洛如鹰死 况且 这场比试 还关乎着蒋家 在南离成都整个未来 绝不允许有一点闪失 被一个废物这样喊 陈柔面色显露阴狠 等他赢下比试回去 就杀了蒋家这废物 要不是 他多是招惹人家 恐怕今日 他也不需要对付洛如鹰 但不管怎么样 今日的比试 他是绝不能输的 陈柔面色一恨 从怀中取出一枚帘子 扶了口中 苍白的脸上露出惨白音效 哼哼哼 这可是你逼我的 扶下帘子后 陈柔身上瞬间爆发出了 一股冲天般的暴虐灵力 身上的灵力气息不断飙升 显然已是达到了 初步踏入天神境的修位 作息上的蒋家众人见状 都不由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这股气势 盛使大人动真格了 快点杀了他 盛使大人 蒋真此时也是满脸兴奋 不顾家主身份 迫不及待地呐喊道 他只想快点取得胜利 夺下整个南离成都 不想再有任何变故了 带狂暴肆虐的气息渐渐平复 陈柔神色阴狠地望向了洛如鹰 嘴角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能够把我逼到这一步 你已经很不错了 但也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 即便你要投降 也已矜持了 扶下圣莲子 暂时强行突破天神境的修位 这是需要极大损害自己根基的 意味着将来他恐怕很难 真正在突破天神境了 这是他最后的底牌 也是笔事开始前 他敢如此自信 说出九成九胜算的原因 不过若不是迫不得已 他实在不愿到这一步 既然逼得他如此 那他自然是不会轻易放过洛如鹰的了 然而就在陈柔话音刚落 洛如鹰双眸终迷 漫出一股琉璃精芒 身后淡淡浮现洛神仙尊法相 一个闪身 再次临近陈柔身前 冷眸凝视 手中仙剑挥斩而出 身后的洛神法相 也随之一剑斩出 这一次 陈柔看清了洛如鹰的动作 但却错估了他的实力 陈柔神色震惊 以灵力画账 举剑挡在身前 然而洛神仙剑却轻而易举 斩断了他手中的灵剑 金色剑光从他脖颈划过 就连身后的擂台结界 随之也被剑光切开 陈柔神色呆然 一脸不可置信地处立原地 这 这怎么可能 他败了 这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这般速度与渐微 他真的是天人静的修为吗 陈柔想不懂 而他再也没有机会明白了 随着洛如鹰先见 鬼窍发出一声清明 陈柔的头颅 从脖颈滚落 整个擂台比武场 一片死尽 陈柔死了 蒋家竟然输了 那位天人静巅峰的强者 在眼前这位女子的面前 不过两剑就被斩杀了 他方才不是 都以金强形 突破了天神镜修为了吗 竟然挡不下那一剑 在场中人 无不震惊地目瞪口呆 众多人都是觉得 这次比试奖家 是十拿九稳的了 却万万没想到 结果会是这魔出乎意料 齐家那边短暂震惊后 顿时爆发出了 今天的欢呼声 赢了 我们齐家赢了 太好了 齐老 我们赢了 随着齐家欢呼 作息上其余人 也都纷纷向齐家 发出了祝贺和雀跃的欢呼声 这也是多数人 最想要见到的结果了 可谓是众望所归 洛如荫缓缓跃下了擂台 朝着宁夜晨 与洛红叶走去 宁夜晨也抱着洛红叶 走向洛如荫 准备给老婆 来一个辛苦的抱抱的 却没想到 另一道身影 早她一步 快速地飞扑 进了洛如荫的怀中 洛姐姐 太感谢你了 你真的好厉害 齐渊紧紧抱着洛如荫感激到 此时她已是激动得泪流满面 喜极而泣 洛如荫微微一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再次强行施 斩出了洛神 体内灵力也耗尽了 好在有了上次 对付鬼妇的经验 在佳晨柔的修位 不算太降 这一次 她没有过分透支体内灵力 娘子 辛苦了 宁夜晨抱着洛红叶 来到了洛如荫身前 面露轻笑说道 随后又没好气地瞥了一眼 还抱着洛如荫的奇冤 这丫头真是 占了她的位置 真是一点气氛也不会看 洛如荫得意地面露倾笑 从宁夜晨的手中 接过了洛红叶 身为曾经的仙界女帝 要是连一个小小的天人境巅峰 都解决不了 那她白白修行这抹久了 就当一家三口准备离开时 身后猛然想起了 讲真愤怒的爆喝声 等一下 我不认可这次的鄙视 作弊 她一定是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 否则怎么可能赢过圣使大人 蒋真指着洛如荫 近乎歇斯底里的疯狂怒吼着 她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洛如荫赢下比试 意味着从这一刻开始 蒋家失去了南离城都所有的街道管辖权 整个南离城都都将属于齐家 她辛辛苦苦的一切都复制东流 怎么 蒋家输不起 打算赖账了 齐渊望向蒋真 神色得意细血地嘲笑道 她等这一刻很久了 终于不用再忍受蒋家的压迫了 我是绝不会承认这次 比是结果的 蒋真怒目圆瞪地凝视着齐渊 凶狠的目光如同野兽一般 恨不得将他分屎 蒋家众人以及侍卫 也都举着兵刃赶来 将齐家众人团团包围 场面瞬间剑拔弩张 就在这时 韩广志缓缓从半空中落到了齐家与蒋家之间 目光冷宁地望向蒋真众人 放声喝道 商会比试已经结束 蒋家莫不是要违反珍宝商会定下的规矩不成 韩广志一身强大的修为气息迸发而出 瞬间就震得蒋家众人连连后退 以珍宝商会未见证的商会比试绝对的公平公正 蒋家的行为已经违逆了珍宝商会的规矩 蒋家众人面色大惊 神色忌惮 万万没想到 韩广志的修为是天神镜的修为 况且 珍宝商会遍布世间各地 势力不容小觑 绝不是他一个小小蒋家能够招惹得起的 周围围观的一众人也早就看不惯蒋家这盛气领人的嚣张模样 如今比试说了又想要出尔反尔 众人都愤愤不平地为齐家助威 纷纷站到了齐家身后 蒋家已经说了 难不成还想要动手不成 出尔反尔 蒋家有辱商会之名 滚吧 蒋家瞬间成为了比武场的众使之的 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喊骂 蒋家众人皆是气地攥紧了双拳 怒哼一声 灰溜溜地转身离开 有珍宝商会的人在 又招惹了众怒 绝不能动手 等着吧 总有一天 他要让在场所有人后悔 蒋真心中恶狠狠地想到 今日简直就是对蒋家的屈辱 齐荣昌老练乐开了花 还不忘在身后对蒋真喊道 麻烦蒋家主名日之内 将接到管辖契约准备好 交付于我齐家 蒋真气的肺都要炸了 没有转过身回答 如同丧家之犬快步离开 在蒋家众人都离开后 齐荣昌这才转向洛如荫 郑重地恭绳道谢道 多谢洛仙子出手相助 我齐家必将此恩铭记于心 若不是洛如荫代表齐家出手 恐怕今日之后 南离城都在无齐家了 齐家众人都对洛如荫 充满了无限感激 齐老客气了 洛如荫念陆清笑 客气道 洛仙子 宁公子与令爱不知怨否 来我齐家做客 老夫以命人摆好宴席 盛宴款待 以表我齐家感激 齐荣昌孝助 对洛如荫邀请道 以洛如荫的修为实力 以及宁夜辰的非凡才华 无论哪一项 都足以齐家轻心拉拢了 与一位实力修为 足以一件斩杀天人 尽巅峰的强大修士打好关系 这绝对是没错的 洛姐姐 来我们家做做吗 好让我齐家 能够表达感谢 齐渊也期盼得附和说道 面对齐家的盛情邀请 洛如荫与宁夜辰相识一眼 不用言语 彼此心领神会 洛如荫缓缓摇了摇头 向齐荣昌与齐渊婉拒道 多谢齐家好意了 但我与夫君不喜热闹 况且 今日已在家中备好了食材 就不打扰齐家了 想必齐家今日 也有很多要忙的吧 他们来南离城都隐居生活 主要就是为了度过平凡安宁的生活 这次协助齐家 一方面是不想白白接受 齐家好意赠予宅院的好意 另一方面 则是单纯对蒋家的厌恶 并不想和齐家有太多牵连 听道路如音拒绝 齐荣昌与齐渊不禁面露失望 但也没有再强求 如今 齐家商会比试取胜 齐家在南离城都中局势 瞬间逆转 得确还有许多的准备工作 等待着齐家接手呢 倒是宁夜晨微笑着朝齐渊嘱咐道 齐姑娘 明日若是有空 就来我家中找我一趟 齐渊与洛如音都有些好奇疑惑 不知宁夜晨嘱咐 他明日找他做什么 不过齐渊还是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好的宁大哥 宁夜晨也没有解释 转身牵着洛如音的手离开 手掌忽然被紧牵着走 洛如音神色一正 心中莫名心动 像这样被他牵着走的感觉 他意外的一点也不讨厌 平复下来后 洛如音也反手主动握住了宁夜晨的手 一家三口 在众人的注视下 缓缓离开 围观的众人 纷纷敬畏地让出了道路 不少人一眼认出了洛如音 就是前些日子 训到绝美女子 如今在见识到 他真正的修为实力后 莫人再敢对他 有丝毫的不敬 那可是能够一剑斩 杀天人静巅峰的强者 杀他们不比杀机简单 二人手牵着手 漫步回到宅院前 洛如音一路走来发现 原本在他们隔壁的几间空宅院门口 竟堆放起了不少行李 不少庸人搬着东西进进出出 似乎是房子都售卖出去了 一夜之间 附近房子全部售卖出去了 对于这个较为偏僻的地方 来说也是挺稀奇的 夜晨 隔壁好像来新邻居了 一会儿 我拿点东西去给他们吧 虽然来了新邻居 以后的生活 可能不会那么安静了 不过洛如音 还是打算遵照 住凡人间友好邻里的习俗 去跟新来的邻居 打一声招呼 宁夜晨当然不会反对 正要答应下来时 恰好看到了隔壁宅院 大门开启 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走出 换上一身 朴素简状的夜天神 走到门口 像个凡人一样 搬起了东西 准备走进屋内 见到宁夜晨后 夜天神冷峻的脸庞 微微一笑 微微点头是好 并没有多说一句话 庞扶就像是在跟新邻居 打招呼一般 宁夜晨 宁夜晨呆住了 嗯 这是什么情况 那家伙 绝对是夜天神吧 他不可能认错的 虽然他隐匿得很完美 但他还是能够看出了 他隐匿的修为 洛如音见到夜天神主 动向他们是好 也友好的微微汗手回礼 夜天神没有搭话 而是像不认识他一样 抱着东西 走回了屋中 对方挺有礼貌的 我去屋内拿点水果 和他打声招呼吧 洛如音准备回家后 拿上水果 就去与新来的邻居 打声招呼 宁夜晨吓得赶忙 制止道 娘子 不行 嗯 为何 洛如音疑惑地 看向宁夜晨 他还是头一次 陷到宁夜晨神色 这般激动紧张的时候 啊 娘子 你就带夜夜回家待着就好 魏夫亲自去买点水果 去和他打招呼 这是交给魏夫来就好了 宁夜晨善善笑着解释道 一边说着 一边推着洛如音 回到家中门口 这要是 让洛如音与夜天神接触了 万一看出了端倪 或是夜天神一个嘴滑 不小心说出了他的身份 那就糟了 好吧 那就交给你了 洛如音虽然有些疑惑 魏氏魔宁夜晨忽然这么热情 非要亲自去拜访邻居 但也没有多想 抱着洛红夜 先回到了家中 见洛如音走向家中后 宁夜晨迅速闪身出现在了 夜天神的家中 来到了他的身前 见过魔尊大人 夜天神赶忙停下手中的工作 手辅胸口 恭敬的躬身问候道 宁夜晨冷住脸 眉头紧皱 神色十分不悦 出声质问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不是让你不要过来 打扰我的生活吗 属下不敢 夜天神当即正声回道 那就赶紧收拾东西 给我回魔界去 不许再出现在我面前 宁夜晨立即下令驱赶道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夜天神病 没有遵从 而是开口说道 魔尊大人 术属下难以遵从 我等奉命守护在 魔尊大人夫人 与小公主的身边 时刻听候您的指令 守护夫人与小公主 魔尊大人请放心 我等会伪装好身份 绝不会给魔尊大人 您带来任何的麻烦 宁夜晨见夜天神 竟敢忤逆他的命令 气得正准备 抬起手教训一顿他 然后再亲自把他丢回魔界 然而刚抬起手 宁夜晨这才后知后觉 发现了夜天神刚才华中的意思 等等 你说 我等 是什么意思 除了你 还有其他人来 夜天神低垂着头 恭敬地回答道 是的 除了属下之外 其他诸位军团统领 以及各大军团长 将领 禁卫军 暗卫都已经奉命伪装身份 潜伏在城中各处 随时听候摩尊大人 您的差遣 宁夜晨 宁夜晨一脸错愕 谁下的命令 禀摩尊大人 是左护法大人 难道说 他也来了 还是 随时听候摩尊大人 杀